哈囉大家好 我不姓王 我叫王彭 相信大家都應該看過 DJFPV 各大YouTube的開箱了吧 那今天 我們沒有要開箱 我們要做點 特別的 就是來 教大家 如何飛 穿越機的手動模式 就是DJFPV的M檔 DJFPV 各位買了DJFPV 一定想趕快體驗 穿越機的破水瓶的飛行吧 尤其是看了很多YouTube上面的花式飛行 例如Johnny Mr.Steel之類的 不過在飛手動模式之前 麻煩先來看我這一集影片 以免各種炸雞事故 其實飛手動模式很簡單 要點就是 多練習模擬器 模擬器是一個非常好練習技巧的地方 例如DJI就有出一款手機用的模擬器 所以我們等等 就是要用模擬器來教大家飛 但在使用模擬器之前 我要先來教大家 基本的打桿名稱 首先 派出我們的Tango 2 這款遙控器目前是我的主力遙控 喔對這邊額外提一下 最近有一款遙控器叫T-Lite 它的價錢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的功能跟這一支差不多 價格才1500左右而已 CP值超高的 很推薦大家購買 來先從左邊的遙桿開始說起吧 遙桿往上叫做油門 而左右斑叫做藥 而右邊的遙桿啊 上下半洞叫Pitch 左右半洞叫Raw 先把這幾個名稱給記下來 因為等等我們會用這幾個名稱 來講解一些技巧 喔對這時候可能會有同學要問 老師遙控器不是有分美國手和日本手嗎 對沒錯 我剛說的那些都是以美國手觸發的名稱 日本手啊其實就只是這兩個遙桿互換位置而已 目前大部分人都是使用美國手啦 好既然說完了遙桿的名稱 那我們就把遙控接上電腦 連接模擬器教大家一些技巧吧 我們今天要飛的模擬器是 Blacid Drone 它也簡稱為黑洋模擬器 它就是那個穿越機界的蘋果品牌 黑洋所出的模擬器 我覺得這款模擬器它的手感 非常接近於現實 但是呢它是藥錢的軟體 它的售價大概是650台幣吧 我覺得蠻推薦給大家的 好啦我們進來這個軟體呢 我們要首先要先設定我們的遙控器 我們先進來這個選項 好你會看到這邊旁邊我們的飛機 接著我們先進來這裡 你會看到這邊有我們的油門 Roll Pitch跟藥 我們這邊需要設定六個屬性 我們需要設定油門、Roll、Pitch、藥、Rest、Stop、Reset 這個設定很簡單 我們就只要按下這個 它就會給我們指示 要我們把搖桿回中 接著上下移動這個搖桿 你會看到如果成功的話 它就會顯示這個 然後你當你移動的油門的時候 旁邊的飛機會開始動起來 我們接著把Roll給設定一下 一樣搖桿回中 然後移動這個Roll 再來Pitch 要 然後這個Ressy Star 那就是你在練一些比賽地圖的時候 你按下去的話 你的比賽計時就會開始 所以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我們可以找你遙控器上的一個開關 來設定這個 好我們按下要設定的按鈕 還有這個Reset Reset就是你炸機 或者是突然操控不了的時候 幫你回到原點 好都設定好之後 我們就直接按這個 這樣子遙控器的設定就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入 模擬器的練習 好我們點這個Single Player 這邊其實可以選擇你的飛機 但是我覺得其實用這個就可以了 用預設的 然後我們就選擇這一台 進到這個頁面呢 就是選擇地圖 我推薦你們用這個Rever 2裡面的這個 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的話 我覺得蠻適合新手練習的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樹之類的 可以讓你練習穿 然後選好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遊戲啦 好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 進來的第一步啊 我們要先看這右上角的這個MOD 是不是呈現一個RET RET就是我們的手動模式 你可以調整它 像是我們的Angle 就是一個自穩模式 也就是姿態啦 你打桿的時候 它會幫你喬回正 自動幫你喬正 當然你都用模擬器練習了 肯定不能練習這種新手模式啊 所以我們要把它確認 調整成 調整成RET 就是手動模式 調整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飛啦 你就可以開始你的模擬器之旅了 好我現在先教大家一些基本操作 原地翻滾跟桶翻 翻滾的動作啊 一定是新手最先學會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穿越機可以破水平式的飛行 而且呢 你只要把一個桿量打到底 它是會直接翻過去的 翻滾也是有技巧的 我會分成就是桶翻跟原地翻 原地翻很簡單 我們先拉到油門再上空 原地翻就是你要收油門 然後往一個方向打 他就會這樣子翻 掉高的速度會很慢 所以會感覺像在原地翻滾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桶翻 桶翻就是拉著油門翻 像這樣 拉著油門翻 你拉著油門翻的話 感覺像是一個桶狀的樣子 桶狀翻滾 兩種都可以用在不同的場所 看你自己怎麼使用 第一招 Froadback 這一招是讓飛機快接近物體的時候 補油門再把Pitch往下打 當飛機已經翻過來 可以看到後面的景色時 迅速收油門 把Pitch往上打 就可以看到飛機被東西推開一樣的感覺 第二招 刷鍋 刷鍋簡單來說就是繞著物體轉 技巧的話就是要一直微調 油門 藥 Pitch Raw 都必須隨著你要轉的方向移動 這招要讓物體完美的保持在畫面中間 是蠻難的 這招Mr.Steel很常用 第三招 Venny Roll 這招是在往前的時候 要和Raw一起往一個方向打 當飛機轉過來看到後面時 立刻收油門再打一個Raw 第四招 Stall 這招就是拉高接近一個物體 快接近的時候 立刻收油門 此時會看到飛機好像滯空一樣 這招 Johnny很喜歡用 第五招 Josey Fleck 先慢慢的往前 然後迅速補一個油門 打一個Pitch 看到飛機往後飛後 補一個Raw 讓飛機翻回來 最後再打Yal 讓飛機往前飛 這招有點小的 不過練會後蠻有視覺衝擊力的 第六招 Power Loop 這招非常的熱門 就是讓飛機往前飛之後 再往後飛 飛到原本的地方 形成一個loop 這招可以找兩棵樹來練習 先穿過樹 補油門 再把Pitch往下打 再慢慢的把油門收掉 你就會發現 飛機慢慢的回到原來的地方了 最後一招 第七招 Spell S 這一招也是非常熱門的招式 很多人都喜歡用這一招 這一招也可以用兩棵樹來練習 先飛到樹的上方 迅速收油門打Raw 再慢慢把油門補回來 穿過樹 這就叫Spell S 好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其實我今天教的都是從這一步參考而來的 裡面還有許多招式我沒有提到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到影片下方 各位一定要記住啊 今天我所教的技巧 一定要在模擬器練熟 才能在實際飛行中使用 而且實際飛行時 一定要找無人的空地練習 以免造成行人的困擾 和昂貴機身的損失 好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分享加按讚 也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和追蹤我的個人IG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消息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